各位傳媒的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們幾個地區直選的議員會見了財政司司長 包括有梁文廣、林素衛、楊永傑 我們跟張恩宇一起做了一份財政預算案給財爺 一共有九個部分,超過五十項的建議給財爺 我們在這次見面裏面都有不同的建議給財爺 財爺都收到,大家都知道現在的疫情是非常嚴重 第五波可能與袁國勇教授所說 可能兩三個月都未必會感受得住 所以我們都希望在這個疫情嚴重下 推出多些為民的設施,解決市民一些負擔的問題 而今天阿財爺都在傳媒裏面都說了 他在上個財政年度,財政的收入是比預期中理想的 換言之,他有更多的彈藥去做一些為民的措施 我看到阿財爺的時候都說了幾點的訴求 第一點就是要求阿財爺預留一些錢可以購買治療新冠的特效藥 大家都知道現在有幾間藥廠已經有新冠特效藥出現 包括有墨沙東、輝瑞和國內這些藥廠已經有的 已經在不同的地方採取使用 我們覺得財爺應該一早要預留這些款項去購買這些特效藥 第二方面我們要求財爺在外匯基金的投資裏面部分的收益 可以設立一個叫做穩定公共事業的基金 大家知道我們基層的市民每年都面對公共事業加價的困苦 包括電費、交通費用不斷地上升 希望阿財爺可以將部分的收益去設立這些基金去穩定這個加幅 令到我們市民可以不用的支出這麼大 第三方面我跟阿財爺反映 要求財爺設立一些長者服務的基金 將這些基金的收入可以支持支援我們長者去看眼科和牙科的服務 現在看牙看眼要等供營的要等很久 動則兩三年 希望財爺可以透過這些資助計劃 可以令到老人家可以盡快去看他的眼 因為我過去有個個案 因為這樣差點被車撞到 因為他看不到 第三方面 第四方面 我也希望阿財爺可以設立一個支持 推動我們一些中小企和內地 或者東南亞國家簽訂多些的服務協議 或者合作的計劃 爭取設立一些粵港的或者長三角的一些合作計劃 爭取多些項目 讓我們港商可以加大的投資 如此同時這些項目必須要請50%的員工在內地去打工 一來可以令到我們內地的企業可以多一些發展的機會 二來又可以讓我們更加多香港的市民多了就業的機會 如此同時也方便我們更加多的香港人到內地去見識 去發展他們的事業 那麼這幾方面就是我剛才跟阿財爺去提的部分的建議 那麼以下我也想請阿林素衛講講 他跟財爺講那幾方面的建議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界東南的立法會議員林素衛 林姑娘 在正如剛剛楊永傑議員所講 我們剛才見了財政司司長 我們向司長提出了很多的建議 希望在疫情底下支援我們三餐不計面臨失業的朋友 希望今次的財政預算案真的可以給市民所急 請教市民在水深火熱之中的 在社區有很多的街坊跟我反映 很贊成我在競選時候提出 是爭取加碼派錢或者消費券 所以剛才我跟財政司司長提出 要全民派發一萬元的現金或者消費券 不過另外就是支援一些家庭方面 我們提出就是一次性補助 是要有二千五百元的學生資助計劃 是津貼我們的在職家庭 希望接下來這個財政年度可以出商量 因為現在很多疫情要上網貨 很多家長就為了添置一些平板電腦 其實相關開支是很大的 譬如有個家庭有三個小朋友家長就跟我說 這一兩年就因為網貨 原本可以共用一部平板電腦 結果一口氣要買三部平板電腦 變相其實開支都很大的 所以接下來這個財政年度 如果二千五百元的學生資助 出商量的時候 就可以幫忙一下這些家庭 至於支援中產方面 我們要求是要增加聘用家庭的免稅額 以及提高兩項已經五年沒有調整的免稅額 包括個人基本免稅額、單親免稅額 那個免稅額 譬如特別是聘用家庭的免稅額 希望免稅額是五萬五千元到六萬元左右 平衡聘用家庭一年的開支 同時希望在免稅額方面的調整 是考慮過往五年一些通脹狀況 特別是個人基本免稅額和單親免稅額方面 是提高到15% 剛才正如我們所說 有些是醫療福利的資助 學童就有牙科保健 但是長者相對地 都是要有一些牙科的計劃去津貼 近年長者對社區的牙科的需求越來越大 我們建議是增加資源 成立長者的牙科保健計劃 為長者進行初步的診斷和基本的治療 例如洗牙或基本的治療 例如補牙等等 目前其實只有關外基金 一些支援是雙架牙和剝牙的項目 但有些老人家其實是沒有牙的 你幫牙剝牙都沒有太大作用 所以應該由中老年開始進行牙科保健 完善整個牙科醫療系統 其實是佔政府每年的開支大概15至15億 長遠來說 都要配合第二個十年的醫療發展計劃 興建牙科醫院 就算各方面一些支援基層和支援家庭的政策 我有這些提倡 我將以下時間交給梁文廣議員 好,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是九龍西的立法會議員梁文廣 今天我還有楊永傑議員 還有林素偉議員和張欣議員 就一共是剛才會見財政司司長的時候 我們都一起提交了這一份有關財政預算案的建議 其實剛剛楊永傑議員和林素偉議員都提了一些部分 那我就集中想講講關於一些民生 還有香港的未來一些融入國家內地的一些規劃上面 希望財政司司長能夠有一些新的項目可以做一些支援 第一件事在民生方面 我們知道長者的乘車優惠 60歲的乘車優惠 將會在未來的二月就會有一個兩元乘車優惠 抗戰到60歲的長者 其實都很受社會上的歡迎 那現在我們都收到很多在社區上的家長 是跟他們說的 希望可以將這個兩元乘車的優惠 擴展到去所有全日制的學生 減輕家庭在交通外面的那個負擔 包括是上學 那另一方面在那個在職的那個交通費津貼上面 我們也認為那個資助金額可以向上提高 幫助一些在職的家庭去減輕他們在交通費上面的負擔 另外在醫療券方面我們都是向財政司司長提出 希望可以增加金額 在長者醫療券方面我們希望可以向上調整長者醫療的金額 亦都可以引入一個概念就是夫妻共用醫療券 令到一些長者的家庭可以更加靈活地分配 他們一些未用完的醫療券的金額 做到他們為他們的健康 為他們的身體可以更加適切地分配 另外我們都是希望向政府提出 是可以設立兒童醫療券 設立兒童醫療券 亦都可以減輕家庭 特別是小朋友方面的一些兒科的開支 因為其實我們聽到很多家庭 其實他們小朋友有問題 其實很多都是看私家醫生 所以兒童醫療券 亦都可以在現在這個狀況之下 減輕家庭的負擔 在香港融入國家的規劃發展裏面 我們這份報告裏面都提出有幾點 包括在一帶一路的方向上 我們希望政府去撥款 成立一些基金 協助大專院校 是推動他們的確立 去到一帶一路的國家或地區裏面 是可以參與一些實習、學習 亦都希望大專院校能夠設計 一些一帶一路的課程 是給無論是在職的大專生 在學的大專生 或者在職人士去修讀 因為我們見到現在我們香港 很多大專院校提供的課程 其實可能是針對的 都是以傳統的一些金融 或者傳統的一些服務業 可能去到一帶一路的國家 包括東歐或者中東的地區 所以其實他用的一些金融系統 或者他們所用的一些服務的一些方向 其實跟我們傳統讀的都不同 那我們希望呢 才爺可以聽到的聲音 可以給多些資源大專院校去設立這些課程 另一方面呢 我們都希望可以設立一個十四五規劃的 中心或者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培養多些這一方面的專才 可以令到香港呢 可以有更多的人力 可以迎接十四五規劃這個機遇 那當然在社區的一些民生推動上面 我們都會推動包括是海濱長廊 一些優化地區設施的一些項目 那麼我們在我們的報告裡面 在我們的建議書裡面 也都有詳細交給邱政司司長去參與的 那麼我現在將時間交給楊美傑議員 好 多謝兩位議員 那麼一共呢 剛才都說了 那麼我們三位議員呢 講的就是我們整個報告裡面的 部分的重點 那麼整個報告裡面呢 我們超過五十項的 分為有九個部分 包括有抗疫啦 長者啦 中產啦 青年啦 還有我們在 怎樣融入大灣區 中小企等等 都會涉及到的一些項目的內容 那麼在這裡呢 都希望我才爺能夠聽到我的意見 推出更加多慰民的設施 去大家集中精力 一起去改善我們民生的困苦 那麼看一下現在 有沒有其他記者朋友有提問的 如果沒有呢 那麼多謝大家 多謝你們 好 感謝